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耶耶耶耶耶耶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耶耶耶耶耶 石海、邓小平道次没有原谅的中共情报投资凌云 美国打折网,圣!但购物神价直播, 当年的宇正声在接替了习近平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 后,曾亲自到上海交通大学 向该校大学生党员就共产党内有没有好 人的问题现身说法 他像根本不知文革是怎么回事的90后大 学生们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1966年被打倒 19 68年敦监狱,1975年回来 出来之后我就感觉他精神上不正常 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 一直到前年他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 我 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 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 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 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 有六七人 三纳尔维尼,ClickTV,Original Image 凌云,佐和邓小平时任中央政治 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亲口说出的 他的在文革中死去的六七个亲属,除了因受不了批判而自杀的妹妹,还有一个被活活饿死的姥姥 他于正生口中的共产党内的好人,首先一个当然就是他那个被 党发动的文革残酷迫害而被恐惧症折磨终生的老革命妈妈,于正 当然也得承认,中共党员里也有许多坏人 比如,亲自发动 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也 是他于正生的生父黄敬的初恋情人江青,也还比如,他那叛逃美国的包凶于江生 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为中共太子党一书改版,采访当 十一位与邓嫖芳和于正生均有接触的中共高干子弟时,讨论过于江生 的生死,这位仁兄当时的说法是,派人到美国搞暗杀活动的事情,苏 连德克格勃也许干得出来,如今已经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共产党政 全,派人到香港搞暗杀的计划都已经不再被批准,何况是到美国的后 愿搞,而且搞的对象还是肯定受到美国情报机构严密保护的对象 这 为曾经和邓嫖芳中小学同窗的前中共高干子弟分析说,你们外面关于 于强生被中国派人到南美暗杀的说法,可能是把嫖芳的大学好友和为 临死于南美的事情张冠李带了,却原来,曾经与邓嫖芳在北大同班的 一个叫何维林的,在文革中邓嫖芳最倒霉的日子里也坚持每月去 医院看他一次,两人的关系可谓是正有 泛锦当北京副市长直到文革被打倒,左卫范锦被批斗,右为黄 竟这位和韦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的知识界风云人物之一,宇成一 资和王岐山等人齐名,被浅金的海外评论人士赞与为八十年代新 启蒙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1989年春夏之交,他因积极斡选,是 吐和平解决学生绝食的广场危机遭当局秘密监禁,在深陷淋雨一年四 各月期间,他坚持写作,不过齐玉中手稿四年前才在香港出版,这剧 他1991年6月在南美车祸去世,已经24年了 当时人们都说,这位和韦玲是1989年64之后被当局公开或秘密抓捕的成千 上万名动乱分子中,最早被允许出国的一个 据信是邓嫖芳亲自 出面向当局担保,才被有关部门开了绿灯 这位和韦玲在南美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后 被车祸的猜疑声不断 但前面提到采访过的那位 前中共高干子弟则坚信,百分之百是意外,绝无其他可能 Some My family click to via war it by Nellie Mitch 邓嫖赃在北大同班同学和韦玲这位前中共高干子 弟说完和韦玲云的不幸,话题又回到了叛逃美国的于强生 他说,当 年江青界文革谢斯分报私仇的对象有一大批 他的初恋情人黄敬 的老婆,先后为黄敬生下三子三女的范锦被整得最早 而当时已经在北京市公安局做反间谍工作的于强生 及时表态,大意灭亲 亲自站出来揭发生母才换取了政治信任 六十年代中期,正是因为黄敬与范锦的高干背景 特别是范锦当时正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 所以他们的二公子于强生才能因为政治可靠而进入北京 是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当了一名便衣警察 当时中共还没有国家安全部的设置 现在国家安全系统的间谍和反间谍部门在当 十分属公安部的一局 政治保卫局和各公安局的一处 以及中央调 查布 于强生在文革初期做了不少坏事 一方面参与杂烂攻减法 一方面又利用自己的专政机器身份残害了大批知识分子 而这一切坏事 有的是在江青的中央文革直接策动下进行的 笔者当 年在中共太子党出版中记录说 因为于强生从小学习不好 中学 毕业后考不上大学 只好上了北京警察学校 所以对于他年龄相仿的之 识分子特别仇视 整起他们来不遗余力 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人的心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